对于我们来讲 这一句比什么都重要 因为我们自己晓得 业障太重 烦恼太多 烦恼不能破 业障不能消 我们想断烦恼 小学长 事实上走不到 那就不如 老老实实 接受 释迦弥陀的教会 我们幸运持命 往生净土 生到净土 烦恼就断了 业障就小了 这个道理不好懂 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 其实这些道理 佛在经上常说 我们也听到二书 可是 真的没有听懂 听懂就觉悟了 这一句阿佛常讲 一切法从心相顺 一切法从心相顺 大臣教里面告诉我们 诸法是像 宇宙之间 一切现象的真实相 没有过去 没有未来 没有此界 没有他方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佛菩萨讲的 这四十世真相 时间空间都没有 也就是 时间没有过去 没有现在 没有未来 就在当下 那空间呢 没有设法 没有远近 就在当初 当下 当初是什么意思呢 一念 就是这一念 这一念 米 六道十法界出现 一念觉呢 一真法界出现 都在一念 阿弥陀佛的名号 万得鸿鸣 我们不知道啊 不知道念他 有没有用 有用 不什么有用 你念他 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肯念 常念 累积 无量 无边的 功德 一旦云一成熟了 就 豁然大悟 他真开悟 不是假的 什么功德呢 就是禅定的功德 你就念这一句佛号 你把你的妄想念掉了 把你的业障念掉了 这就是功德了 常常想着烦恼 烦恼就起来了 常常念着业障啊 业障就先起来了 你为什么去想他 为什么去念他 习气 不念自然跑出来 习气嘛 我们把习气换掉 换成阿弥陀佛 一天到晚呢 只念阿弥陀佛 不念业障了 不念烦恼了 贪嗔吃慢 别念他 七情无欲 也别念他 只念阿弥陀佛 看到每个人都是阿弥陀佛 这个方法好啊 一切人 一切事 全都是阿弥陀佛 这个方法 确实 消业障 断翻到 比什么都快速 是消业障 断翻里头 第一好方法 所以越往生 越当烦恼 差不多都消敬了 所以他有能力 这善道大师讲 欲缘不同啊 遇到书生的人 叫他 生 是暴徒 上辈往生 真行啊 不是不行啊 理上讲得通啊 世上我们就不怀疑了 他有理论支持他 有理论的依据 欲缘身 进度